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是曾珍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各股市的收盘情况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方面 港股横指收报27657点 涨0.69% 国企指数收报14114点 跌0.61% 而重磅蓝筹股上涨腾讯股 中国移动汇丰控股 中国神华是为蓝筹股涨幅最高的 而中国平安利丰继续下跌 长河则是今天蓝筹股跌幅最大的股份 今天来看一下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涨3毛5 中国移动涨1块8 建设银行涨1分 工商银行跌6分 中国银行跌4分 港交所跌2块4 中国人寿跌2毛9 柳邦保险跌5分 腾讯控股涨9毛 金沙中国跌5分 长河跌4块9 新宏基地产涨1毛 九龙舱涨2毛 中国海外跌2毛 华人质地跌1毛 中海油涨2毛2 中石油跌2分 中石化跌5分 柯乐能源涨1分 中国神华涨5毛6 关注完蓝筹股方面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内地股市是如何发展的 周三早盘户指高开 围绕4900点上下震荡 临近5盘快速跳水超过1% 失手4900点 考验4800点的支撑 盘面上提彩股冲高回落 午后开盘 户指回升翻红 多空双方在4900上下展开拉锯站 银行 券商 钢铁 地产等权重股盘中拉升互盘 两市超250股涨停 成交量突破2万亿 成交量方面 互市成交10101.80亿元 而深城市成交为10108.31亿元 两市共成交20210.11亿元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收盘A股的主要表现 上证宗指报4909.98点下跌0.55 深城指报17538.5点上涨52.92点 互深300指数报5143.59点下跌18.28点 创业版指报3982.25点上涨80.71点 再来看一下今天H股对A股的五大折让 浙江市保折让76% 洛阳玻璃股份折让74% 山东莫隆折让74% 上海电器折让71% 中海集运折让71% 再来关注一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 万科企业溢价5.7% 中国平安溢价4.2% 服药玻璃溢价3.2% 工商银行溢价2% 招商银行溢价1% 那么关注完股市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天有哪一些重要的财经资讯 香港财库局局长陈嘉强表示说 要对极升的戏价股存借薪 据香港特区政府网站消息称 香港财经事务极库局局长陈嘉强 在6月1日表示 戏价股价格可以上升得很快 如果某股票在缺乏特别消息的情况下 大幅上升 投资者应存借薪 因为波动可能是股权集中所致 陈嘉强1日出席一项公开活动后 会见传媒时指出部分西架股股权集中 如果有人炒卖或供求很多 价格可以上升得很快 如果是波动非因股权集中 而是牵涉市场操纵 证监会定会不遗余力调查和追踪 他还说香港股市属于对外型股市 同时面对国际市场和内地经济发展 香港股市不乏AH股或内地股 所以内地股价也会影响到香港市场 陈小强指出近日落实基金互认 令投资者的散户比例减低 机构投资者也是盯盘增加 长远对市场的发展是有良好的影响 常识地产今天上市 每股股价折让超过五成 长河系重组三部曲 今天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常识地产新上市的编号为1113 以介绍形式上市 据长河5月27日跌幅来计算 市场给予长石估值为每股46.9元 相对净资产折让五成 以往外界多以长地为常识地产简称 而集团昨天表示以后官方简称为常识 以长河5月26及5月27日的收市价分别为165.1元 及118.2元来估算 常识每股股价约为46.9元 据大河言报常识披露其每股资产净值为98.6元 由此计算 股价相对资产净值责让为52% 而根据该行估计 常识每股资产净值为116.5元 有分析指出 短期内常识股价或较为波动 因和黄机构股东 未必愿意持有纯地产概念股 或沽获离场 但也不排除是有意买港地产股的投资者 希娜常识 以上就是药材财经台为您播出今天的互港股市总结 谢谢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